剛剛就瞞著他去跟他報了一個放學 託館寫作業的一個班 因為之前三年級的時候 跟他說過這件事 他自己不願意 然後哭了一場 買了艾米最喜歡吃的板栗 因為沒有提前給他商量 然後我們討好一下他 快點這邊 到了 板栗 Thank you 怎麼樣好不好 好 上車上車 嘴巴等一下撐炸了 撐我撐我撐 撐我撐出來撐出來 你是松鼠嗎 對 倉鼠 對 我有件事情要跟你坦白 說吧 我給你報了一個託館寫作業的班 不然你怎麼沒有聽過我同意就給我報班 同意了你就不去了呀 但是我也想早點回家呀 你看你先聽我講 因為你現在上四年級了 然後很多知識我都教不了了 然後你在那裡不會的 就可以及時問老師 在那裡又可以交到好朋友 又可以學到知識多好呀 我才不要呢 難道你喜歡在你最累的時候 別人再給你加一個班 這樣吧 你先去看看 如果不行的話 然後我們就不上了好不好 去吧 去吧 艾米寫作業大概需要一個半小時 然後就在這裡等他一下 等他寫完之後我們看一下 他跟平常在家裡寫的作業有什麼區 艾米寫完了嗎 寫完了 好 怎麼樣 我覺得還不錯 是吧 走 喝家說 我們已經到家了 來吧 說說今天上託館班的感受 我感觉今天上託館班的話 比較廉好 你覺得在艾米我感覺學習 氛圍還是蠻不錯的 雖然有幾個比較長 但是整體感覺讓我真的蠻不錯的 好 那就幫你今天寫的作業給我們看看 好 這是艾米在托館寫作業那裡寫的這個卷子 我感覺艾米在托館老師那裡寫的 比在家裡寫的要乾淨很多 然後字季也變漂亮了 那肯定呢 我還有一張呢 你一張圓的 然後這一張寫的也不錯呢 也可以 看反面 然後反面的字季也還比較工整 那就是這裡有一點點的那個 特別字 應該都已經訂正了 然後我跟艾米報的這個托館的話 是一個月580塊錢 星期一到星期五 放學都可以在那寫 所以寫完 然後老師會給我發消息 然後再去接他 先開始艾米從抗拒 然後又覺得在那邊氣氛還挺好的 還交到朋友了 是不是 好 那就先觀察一個月 如果有進步我們就繼續 如果沒有進步的話 那就還回家寫 好吧 行行 好了 那我們今天視頻就到這裡了 我現在已經好 如果我要媽媽給我搞點東西 獎勵一下我了 好 拜拜